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 来看看 聊海 品味海的魅力 爱 你再尽他 我不用拿那骨子 你还能入手 是个魅力方的男生 将生吃那些 张鱼 就算了 小心 我的街坛 我不用拿那鱼 我不用拿那鱼 是重要 慢慢的趴在沙滩上 说着谈话 你多懂 你不在害怕 你不在寂寞 我会在你的左右 让你的拥有 你没见过 我的梦漫漫长达 我会温渐都不说 我的长生梦 我知道有一天 你会不会爱上我 因为我觉得 我要很不错 时光 我总共飘游 天天眼灵味道 陪你变成老太婆 哎呀 来来来来的时候 我我我我我 我也 你先去跟老老婆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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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同时参加我们今天的沙滩聚会 各位看沙滩阳光还有我们的椰树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海而故乡主题聚会 欢迎每个人 你们开心吗 开心 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的荣幸 请到了几位在海边长大 以及在海边生活多年的嘉宾 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来介绍一下吧 没错 来看一看 两位来自于浪漫季度大连的陈汉白 还有杨洪基两位 欢迎两位 好 旅居海外的著名歌手赵丽老师 欢迎她 欢迎欢迎 欢迎 我今天是来自青岛的著名歌手江涛 来自浙江的著名歌手白雪 来自广东的著名歌手王子明 好 欢迎各位 既然我们的人都到齐了 那各位今天的派对 今天的聚会就正式开始吧 欢迎订阅 请到天涯海角来 这里四季春城在 海南岛上春风暖 好花叫你心心花 三月来了 花正红 我正好 五月来了 花正开 我正好 八月来了 花正香 十月来了 花不饭 忘记忍 sect couples分 可以 有点感到 我的思雨 有点感到 台湯中心 Jesus 自己春常在 海南岛上春暖暖 好花叫你心心怀 春月来了花中风 五月来了花中开 八月来了花中香 十月来了花中白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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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觉哈 真的每个人从城市到海边之后 心情都格外放松 每人的表情都是充满了微笑和兴奋 你看这一桌子的好吃的 都是各位嘉宾带来的好礼物 而且我听说每件礼物 都跟他们的海边回忆有关系 我先盯着这螃蟹了 哇 好肥啊 这个 谁带的 谁带的螃蟹 螃蟹 没螃蟹了 我带的 一斤两个 一斤两个 这大连的螃蟹 桌子蟹是吗 对对对 大连两种螃蟹 是不是杨老师 一种是这种桌子蟹 还有一种叫赤甲红 青岛也有 青岛叫甲子红 我们大连叫赤甲红 它那个甲呀 就是它这个脚啊 大连话叫甲 它这个脚啊 特别硬 特别粗 一般人用牙是咬不动的 那怎么弄呢 要不就得砸着吃 或者是用那钳子给夹开吃 那这样吧 韩白 你既然拿来个螃蟹 咱们用大连话 正宗大连话 您来夸夸这家乡的蟹 我来 各位 我用大连话夸夸我们这个大连的螃蟹好不好 好 各位上眼看一看 大连的螃蟹 这个个 卖螃蟹 斜大 这个是没煮熟 煮熟了以后 这个大螃蟹 我告诉你说 透红透红的 你把他这个干儿 得一口老线了 别过瘾 用点小酒一吃 螃蟹 绝了 我真是 微妙微笑 这样我觉得你夸完之后 我们要请来自于浙江的白雪 同样用温州 夸夸夸夸夸夸夸你们的螃蟹 这有很大的对比 来来来来 白雪 尝试一下 这个港哈没好吃 哪吃不吃 我听到 这个港哈 这个螃蟹蛮好吃 吃的吃 对 我听懂了 但是你看 超漂亮 你听 这亿南亿北 这夸起螃蟹了 这感觉就不一样 我跟你说 青岛的更加不一样 来 青岛答答 青岛的这个青岛画 那是鱼公衣衫的味道 大家都知道吧 是青岛的 其实青岛的螃蟹 不必大点的差 青岛的螃蟹 打开杠 都是那个模子 模子螃蟹 都是你一堵子了 一堵子 赶花 赶花的 这有口水啊 打螃蟹 打蟹 打蟹子 你说这个 江城 安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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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打 你再救我了 你再救我了 不用拿那鼓子 你再拿那鼓子 咱们是 诶 我不明白了 不明白了 为什么公蟹去大连 母蟹去青岛呢 我们请到世界的 只有一个季节 不想要是说了 四五月份 没有拍螃蟹 人家就是神求 几天吃螃蟹 这模子却上青岛了 走得不路的 打蟹子 这是真的吗 他要是那么说 大家信 也行 因为这个母螃蟹 全让江头给勾引去了 好 今天我们是一个海滩的聚会 大家看到了 在我们的下面 刚才我们丁小红唱了 请到天涯海角来 我们知道天涯海角三亚吗 三亚到了最有名的 咱们应该品尝一下当地的椰子 大家有没有意见 能喝吧 当然能喝了 这个椰子我很爱喝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汁好像很难取出来 这椰子皮特别特别的硬 一般都是要经过专业的卖椰子 来给大家砍开的 但是我见过一个牛人 他三刀就可以砍开这个椰子 几刀 三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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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是吗 这就是个吹牛的牛人 不信是吗 我有视频为证 来看大屏幕 玩累了 在三亚选择最多的饮料呢 当然是新鲜的椰青了 不过我们看到了椰子壳这么硬 怎么能喝到里面的汁呢 今天啊我在大小洞天找到了一位奇人 廖斌先生 来看看他的绝活 来 廖先生交给您了 好 我的 哎呀 哇 这是椰子吗 这壳怎么在你手里显得那么不堪一击啊 您建议我给您起一个名字吗 六三刀啊 太容易了 这要可以喝了是吗 可以的 嗯 杰克 真好喝 那我就卸打拉肠 好 好 第二刀 好 这个第一刀 要砍这个肩部是吧 把椰子放进去 然后第二刀呢 砍另一个方向 一直要切开 第三刀就是把这个薄膜撬开 对吧 这样的三刀 好的 现在呢 我们准备好了 看到了 我们现场也有新鲜椰子 没错 刚才在片子当中呢 那位廖师傅啊 他是三刀 就可以砍开椰子 让我喝到新鲜的椰汁 所以今天呢 我们派出刚才 蒸的不可开交的两位 就是为了公谢母谢 蒸的不可开交的两位 一位是 辽警到车开板 一位是青岛的江涛 来进行一个比赛 好不好 那么砍我们的椰子 要注意有一个规则啊 希望你们是三刀 但三刀不行 四刀五刀也可以 只要砍开了就可以 张伟 刚才他们在问 这个砍椰子的窍门啊 哪个是头 哪个是尾巴 应该怎么先砍呢 你告诉我们一下 在这个 我们的片子当中呢 廖师傅呢 要先砍尖的一头 把尖的一头 砍平了之后呢 它就有一个地点 可以把它稳稳地端坐在这里 然后再砍上面的这个 最后呢 要用刀尖 起开一个膜 就给我们开一个小口 吸管才能放进去 我们的标准是 要能放进吸管 非常轻松地喝到椰汁 那剩下的我们几位呢 手里拿点吸管 就可以轻轻松松地 做裁判了 好 一分钟倒计时 谁成功开了的椰子的个数多 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来 两边是分别支持他们的观众 一会儿为他们加油助威 好不好 好 现在赢的了 三 二 一开始 打楼子离得远一点 呼吸看看 各位 这是光纪和武器的仇恨 你吃饼 然后 注意手 注意手 你得砍完了再说 杨老师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我不保护你 好了 可以了 再砍第二个 砍第二个 不必定 杨老师一会儿再说 我的脚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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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被躲在杨老师后面 我现在被躲在杨老师后面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倒计时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七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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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涛 别人说是一头一尾的 你是在中间砍 直间间约着了 我还能尝到一点 他喝到了 我这眼睛也就撒得差不多了 刚才 我喊板 哎呀一看是 喊板这边 你干过厨师 这个 我已经喝到水了 好 江涛这边砍的一个 刚才杨老师说 我迫不及待了 刚才我一直得 背着杨老师 半截就要上来喝 来这个我试一试 江涛 你有没有开 这可以吗 这也可以喝到 看不懂 看得不好看 但是喝到了 真的 也可以喝到了 你要这么说一刀就可以了 一刀 但是两边相比 一刀 哎 哎 哎 大家敢喝吗 什么意思 我还没说呢 但是两边相比呢 这个开的美观 应该算是 我们大年的 陈寒白 是是是 所以呢 在这个能喝的数字上 两边是相当的 但是我们来自大连的 陈寒白选手 以外观取胜 所以获胜的一方 是大连 陈寒白 耶 谢谢陈寒白 那下面陈寒白也要带一首歌 各位大家好 对 一首好听的跟海军有关系的歌 卡拉 送给每位观众 来 掌声有请陈寒白 为我们带来卡拉 籽 小小的一天衣芸 也那 满满地走过来,请问些些调呀,尝试地停下来。 海舍浪花开呀,我才要很天赖! 原来我也是海浪花开到海点泪! 啦啦啦啦啦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呀,啦啦啦啦啦! 你为什么把一首海贝那歌唱得好人的感觉呢? 因为这哥们,人家那么多歌唱家都唱了,我要按照原来那么唱,没有特色。 我就一个字,倒下。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螃蟹,说了美丽的城市大连。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同样来自于海边城市的白雪。 我的老家是在温州,有宴荡山,海边叫白沙岛。 白沙岛。 那有个海鲨你吃过没有?很有特色的,叫雪哈。 对,花开。 花开是什么东西啊? 你不是说,就是拿那个开水吗? 对,不带毛的那个花开,再来叫毛蜆子。 我们说,不对,不对,不对。 毛蜆子是毛。 是毛蜆子,但是它那个不带毛,咱那长毛。 不是,叫蛤蜊。 它跟蜆子不一样。 它说不带毛的那种。 不是,不是,等会,我抗议。 你们能不能当着我们要不说毛的事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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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不起啊,海道老师。 我没关注这个东西。 你自己上边要说毛的事。 我们也没有带你说毛的事。 我不是说温州的。 对。 像我们,像我们在温州很多, 妈妈刚生了孩子的时候会吃那个补血。 那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叫雪哈呢? 因为你吃的时候那里面其实还有, 还是还有很多的血。 对,对,对。 就生了血。 所以其实也不能常吃, 因为说实话有点不太卫生。 哦,其实海边习惯的人他就没吃。 当地人还可以, 但是外地人去的话。 对,外地很多人他比较习惯吃。 你吃过吗? 对,我经常吃过。 你喜欢吃吗? 因为我老婆是温州人嘛, 所以我在温州基本上, 就是一个星期, 起码七天起码有五天都在吃的。 我们那边的酒席凉菜一般都有这个。 他们的海鲜啊, 温州海鲜就是拿开水一烫, 酱油醋一蘸就吃了。 一蘸就吃。 其实海边吃深东西, 从来不会闹肚子的。 特别是在海边长大的。 没错。 你看刚才白雪他就说了, 他说他的家乡其实是在一个岛上。 但后面这个很像, 就这样的是吗? 那你小时有过种打鱼的经历没有? 有啊有, 我有打鱼没有?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可能很少会打鱼了。 但是我下海是抓过螃蟹。 抓过螃蟹。 对对对。 那你展出好大, 多大的螃蟹。 没有这么大的螃蟹, 他们被螃蟹夹到脚了。 夹到血了, 好多, 然后就不敢了。 他们抓螃蟹没有咱北方抓螃蟹好玩。 北方抓螃蟹, 我们小孩自己用, 自己找一个小铁盒, 小铁盒, 放上鸡肠子。 得做一个灯。 我们那叫嘎死灯。 嘎死灯。 就是工业用的那个叫鱼雀, 那种东西。 放在水里才起反应冒泡, 点着嘎死灯。 完了, 他说的那个, 放上鸡肠子。 放点那个鸡的内脏, 用那个灯晚上, 把灯跟那一哥, 把那框往那一哥, 螃蟹自己就爬进去了。 那为什么呢? 他螃蟹是以为里面是有食物。 他找链, 一个找链, 一个门口。 然后有食物。 你看到了没, 这两个刚才说的, 有声有色。 就知道小时候, 绝对不是让父母省心的。 杨老师也是, 不让父母省心的孩子。 我不相信这种事你也做过。 我们在海边, 那是最方便的事。 如果不会抓, 那吃不到最新鲜的。 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都是臭鱼来加。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妈妈腌那个咸鱼, 腌到最后吃的时候, 鱼肉和刺已经分开了。 那个肉已经都变成砂颗粒, 就是让你省一点。 那就粉了。 臭烘烘的, 鲜美极了。 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说, 那时候, 在女女小的时候是幸福的。 因为可以经常的去接触大自然。 去跟自然有这样的互动, 所以可以形成这么美好的回忆。 刚才白雪, 还有我们这些嘉宾, 都跟我们一起回味了自己小时候在海边生活的记忆。 这样吧, 聊了半天家乡。 白雪, 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一首海边的歌曲, 好不好? 一首很温柔的歌曲, 跟我们叫《军港之夜》。 好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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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母亲 山间轻轻一样 年轻的水里头挣着波涛 水梦中露出天里的微笑 海风已轻轻地吹 海浪已轻轻地摇 水梦远方多么幸好 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让我们水里好好睡觉 刚才这白雪这歌一唱啊 我们几个都快要睡着了 为了让大家震酸一下精神 我们决定玩一个小游戏 也是一个海边的游戏 这个游戏呢叫抓章鱼 我们是在规则一分钟之内 两位看谁章鱼抓得多 就算是获胜的一方 因为我们觉得男孩子的这个都挺勇敢的 胆子都大 所以参加这个游戏的 只能是白雪和张咪 来 给他们一点享受 我们会在一分钟的倒计时内 哎呦 这一对难姐难妹 哎呦 我准备唱送战友了 一分钟倒计时内 哎 你们两边的玻璃缸内 谁装的章鱼多 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天哪 好不好 我要告诉你们啊 输的一方 两边各派一名来生吃 所以他们是否要生吃 要看你们俩了 好吗 这个是 这个是活的还是死的 呃 半死不活吧 我现在无法判断她的是不活 这一把能抓回去各自死的 现在比赛倒计时 五秒钟各位 抓章鱼比赛 两位女士白雪还有张咪 两位最勇敢的女士 三 什么最勇敢 大家你干嘛 加油 你开始 加油 加油 我还可以 还是活现 快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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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咱们快跑 好 手里刷点 滇手的手 好 现在势局力敌 你们必须加快速度 上海 有三十万五十千 好 加油 加油 都是三支 能量拉开前身 能量抓俩了 能量抓俩了 有点力了 再下来 又要打大了 这边都是三支 这边抓三 抓三 可以抓俩 全身好算了 不好 这边删了三支 他现在是白的 现在是多一点 还无聊天 五 三 二 三 二 一 一 让他们试完 让他们试完 可以 两位谢谢 非常融化 非常融化 如果刚才我没有看错的话 前面几轮 他们拿的都是一样的 没错 但是有一轮 张咪多拿了一支张咪 张咪选择了三支 所以获胜方应该是张咪 按照比赛规则 输的那一方的男生 将生吃那些 章鱼 章鱼 那这样 接下来我们 竟然是大场天 那还要来到酒 今天主题也是大海 有一首歌是一定要唱的 一定要听的是哪一首歌 你们想一想 大海啊 张女士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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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一定要重温一下 来 有请 从那遥远海边 那人消失的你 本来模糊的脸 竟然渐渐清晰 想要说些什么 又不知从何说起 只有把他放在心底 茫然走在海边 看那潮来潮去 徒劳武功相拔 每朵浪花几起 想要说声爱你 却被吹散在风里 梦然会有你在哪里 如果大海能够 挽回澄清的海 就让我用一生回待 如果深情往事 你已不再留恋 就让它随风飘远 如果大海能够 奔走我的爱中 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所有深过的伤 所有流过的泪 我的爱 其全能带走 我在想这个大馒头 怎么那么奇葩呢 一桌菜子 谁带大馒头来 六十十 这是我带的 大家呢 对大海的了解 只停留在螃蟹 嗯 虾米 对 臭鱼烂虾 然后 如此有高度的 带来馒头了是吗 但是实际上海边的孩子 吃的最多的 是馒头 是玉米饼子和大馒头 对 怎么说 尤其是我们这个清早的 呛面馒头 这个呛面馒头 你在发面的时候 就要又放上酵母 放上煎料子 用擀面 往那个湿面里面那边揉啊 揉啊 肉 弑到铜续 拔开以后 你不信啊 你说说给喷 他妈又怎么吃 就是 就是这个馒头啊 好 好 他会平静一点 海浪很大我知道 馒头你先做 馒头你先做 我说你故事 为什么呢 小的时候呢 学游泳 就像刚才汉白哥说的 我们海边的孩子 学游泳 不是有教练的 都是哥哥姐姐 邻居的大哥大姐们 把我们从船上给扔下去的 扔下去以后了 不知道怎么就 噗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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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了 出于生存的吧 那个时候呢 说实在的 在海边咱吃不起好鱼 好鱼好虾都支援了滇江了 给我们最辛苦的工人师傅吃了 我们吃什么呢 我们去西海岛的时候 你可以坐下来 我主持的 你一上来 不像是介绍自己的家乡 上开诉苦的 不是 我们就是把 那个不是有个防沙网吗 防沙鱼的网吗 有个防沙网一个来回就是将近六百米 我们带着两个大馒头 比这个要大 这是顶多三两 你怎么带馒头啊 你搁哪儿啊 我们就放在岸上啊 放在岸上 这个跟拖鞋啊 裤塔就吹 以后呢 俩馒头 你们也太不注意客人卫生了 油完了以后俩馒头就干你这了 一斤正好一斤 这么大啊 所以为什么 你这还大 你这还大的馒头 一斤一个 一斤 这样吧 今天发现了嘛 今天咱都是风衣足食自己动手 所以今天这个啤酒 咱们也得自己拿 好不好 有啊 就看你们想喝几瓶 看自己有本事拿起来几瓶 怎么样 我以为有多几瓶 来拿啤酒 那现在我们看到场上我们都有啤酒 现在各位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需要您单手拿 最多能拿几瓶 拿起几瓶来 您就可以喝几瓶 好 杨老师已经有了 四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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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子明和姜涛 我走了 去哪一瓶 小心啊 打碎了要赔偿的 我觉得四瓶是极限的 杨老师是不是经常喝啤酒 这么气宗 我从来不喝啤酒 从来不喝酒 但是拿啤酒 没问题 拿那么多给谁 对 来来来 数数数 一二三四五 比二是多一瓶 来子明 四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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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瓶 白雪是三瓶 张宁姐是美酒 拿不到来不见 我从来不喝酒 来我们看江涛要挑战极限 现在最高的瓶数是五瓶 五瓶 这也是五瓶 五瓶 你还要挑战吗 可以了 非常有个知之名 好了 怎么这么像本山老师呢 不感动了 好 现在我们看到了 场上的嘉宾最多的是拿起五瓶 但是今天我们现场请来一位牛人 他可以单手拿起八到九瓶 大家信吗 八到九瓶 是不是 不是 我们让他上来展示一下 好不好 好 有请 你好 来 站到中间来 来 自我介绍一下 自我介绍 我是顺义人 李金辉 我听了个他是顺义人 没结婚 没结婚那么多 我以为他真婚的 先上来 说一下 那今天呢 你要挑战的是几瓶 八瓶起吧 八瓶起 最高的记录是多少瓶 目前为止是九瓶 九瓶 好 所以金辉今天要先从单手八瓶起 来 又起 大家看看 有什么技巧 先要摆放 所以刚开始摆正很重要 金辉能说一说吗 这个技巧在哪个地方 还有个别人搁这儿 没有人 手得有劲 手得有劲 但他也抓不住啊这个 完了 你看看吧 也算是有点小秘密 还带出外船 他在 哦 他是一个时候只加两瓶 你看看 他在一瓶一瓶的加 好 七瓶了已经 太危险了 七瓶 好厉害啊 八瓶 好 八瓶 没问题 你还要挑战吗 还行吧 还行 目前为止他的最高纪录是九瓶 但是我们特别希望他今天还能再打多一点的 你看 只不过认识Double 人家下面是八个 好 现在是九瓶 九瓶 来 能不能再稍微提高一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没问题 还可以再来吗 金辉 单手 单手 还可以再挑战吗 还可以再挑战吗 不知道 好 让我把掌声送给李金辉 送给他 小板 谢谢金辉 谢谢 诶 诶 诶 我怎么听到这个声音 什么意思啊 我只要说 谁获胜 最后应该 张磊 你知道为什么陈寒百会这样吗 我听说 陈寒百经常参加各提酒舞 赵 慕百 厉害厉害 我求证一下 那还有一瓶 听说你老天才 creees op on啤酒比赛对不对 最高记录一次喝多少瓶 力巴格 不到三十瓶吧 喝不到三十瓶 就过那喝ですね 能怎么干到九瓶吗 你点购 拿几瓶你喝几瓶 别这么一瓶瓶吹 一瓶水不行 气太多 慢慢喝吧 喝个酒瓶十瓶不是问题 我们就都别喝了 这上面全给你了 你们也得喝 我再来一瓶就行了 好 也算是谢谢 谢谢 谢谢 非常棒 诶诶诶 诶诶 诶诶 刚才你还拿几五瓶来 你先别喝 刚才夸了他的家庭 这太险了 是不是应该给咱们 带来一首歌 对不对 带来一首什么歌 带来一首水手 水手 好 唱完再说 可以拿着 来 留屏 苦涩的沙 吹痛脸庞的感觉 像父亲的泽骂 母亲的哭泣 永远难忘记 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 卷去哭泣 卷去哭观光这脚牙踩在沙滩上 总是广下海洋 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 总是苏宇宇宇宙的水手 总是一位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 总是一副弱不尽 从脑中的样子 在受人祈福的时候 总是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长大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 渐渐地忽略了父亲母亲和故乡的消息 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习 说着言不由衷都化在这卫山的面具 总是拿着微不足道道成就来骗自己 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 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 才能够睡去 在半睡半醒的时候 总是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他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他说风雨中 他擦干泪不要问 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 这点痛算什么 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 为什么 Text 擦干泪 Yok 说风雨中 北海澜 黑澜 历 老板 洗澜 反正是海边人 心完全不一样 妳又比较 比较内敛一些 对因为广州呢 是吃在广州嘛 所以广州呢 可能没有那么靠海 但是广州旁边 你看深圳啊 珠海啊 然后还有广州的洋江啊 这些都是在海边 所以吃到海鲜就非常容易 所以我们小时候呢 我有唱首歌《海鲜之歌》 就是吃上广州 地球一流 他在海鲜之口就很少 说的是什么 吃在广州 吃在广州的确一流 去吃海鲜就是最高的享受 本地还有 还有外地的空运 就是过来的 就是什么都有 广州我最爱吃的一个食物吧 应该是海鲜粥 有些对我来说 我觉得特别奇怪 为什么把海鲜放在粥里面煮 螃蟹粥 花蟹 发海粥 然后里面还会放上鲍鱼 然后会放一些海味 就刚刚的鱿鱼 咸鱼 对对对对 还有鱼生也特别好吃 吃起来 反正晚上有宵夜的时候 我们都吃 而且我们知道子民 还有不仅海边的印象在广州 而且从小的时候跟父亲 还去过海南岛 对不对 对因为我爸爸 其实我还没出生的时候 就爸爸还没结婚的时候 爸爸就去了海南岛 就是在海南岛当知青 就海南的建设 其实也也算 我们家有一份力的 对 那爸爸后来就是有了我之后 有了我啊我哥哥之后呢 后来他又去了海南岛工作了一段时间 所以其实海南岛跟我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缘分的地方 因为海南岛的椰子啊 海南岛水果啊 像是一个火龙果啊 波罗啊都是非常好吃 对而且海南还有四样东西啊 什么文昌鸡啊 家鸡啊 对 和乐蟹东山羊 东山羊 这是海南的四季 看出来的人很爱吃都熟 对对对 杨老师应该也吃过啊海南岛 好吃 去过尝去 对那里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最独特的体验 其实我是最希望到广东和海南这一带的 因为那的海鲜呢都是活的 我小时候没有吃过活的海鲜 我们那个时候不像你们现在那么幸福啊 一吃的时候活的 什么什么鱼都是活的 我们那时候都是死的 冰的 而且家里为了省钱 要买那个 比如说对虾 要买那脑袋钓了的 尽量便宜 我的印象是 没钓脑袋的是五毛多钱一斤 钓的脑袋是两毛多钱一斤 我妈妈就买了十斤 回来 手上一穿上 在上面晾了 完了我都给偷了 虾干 拿一个吧 甜蜜包吃 它鲜美的 鱼呢都是肠子流出来了 破了的 所以到广东呢 那广东那边 大部分都是活的 都是新鲜的 所以感觉吃的好像特别新鲜 但是不管怎么新鲜吧 我现在最留恋的 还是我们大连那种臭鱼烂虾 因为那是小的时候的记忆 出色的味道 有时候有人老问我 说你看您都七十多岁了 怎么嗓子还这么好 我说我最大的一个受益的 也就是小时候吃臭鱼烂虾吃的 其实你们要想要好嗓子 要吃臭鱼烂虾 臭鱼烂虾 多虚虾叫 那说了这么多啊 大家刚才也说 对这个海边的海鲜也是说起来头头是道 这样吧 咱们接下来玩一个跟海边动物有关的游戏好不好 是什么动物先说一说 就这个嘛 就是螃蟹 横行霸道的螃蟹 那怎么做游戏 把贵哥说一下 这个游戏呢叫螃蟹跑 那我们需要呢有两队人参加 每队各两名 这样男队和女队 女队呢没得挑 白雪和张丽咪 是 男队我们这次请出王子明 还有杨洪基老师 我们知道杨老师 号称老顽童 没问题 没问题对吧 迎接挑战好不好 来 迎接开始 来 四位 两位各 背对背站好 背对背站好 背对背 来 杨洪基老师再往前一点 如果球掉地上的话 就要重新再剪下 重新再来一个 好的 在你们的腰中间呢 我们加了一个气球 那再一会呢 在你们的这个行进过程当中 可以走 也可以跑 但是我们是以时间长短为继 所以是走是跑 有你们选择 前方的两个椰子 就是终点 走到那里 要掉头回来 回到终点 为比赛结束 好不好 我们以计时 哪方时间用时最短 好 哪方就是最后的赢家 好吗 我想问一问 如果说球到地上怎么办 球到地上 你得捡起来 从头再跑 从头再跑 重回起点再跑 所以你稳定这个球是最重要的 所以既要速度 也得要质量 也得要谨慎 好不好 好 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好 螃蟹跑比赛 开始 加油 我们观众朋友也给杨老师 加油 小心 小心 好 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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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赖皮耶 没关系 他们赖皮耶 他们赖皮耶 他们怎么赖皮 他们是这样子走的 不是 可明 我看到了 对吧 他们两个是手拉手过来的 确实 没有碰到球 但是 对 没有碰到球 为什么我没有叫停他们 因为我发现 杨老师和子明在比赛的当中 一直在用手带着球 所以呢 我就想看你们 双方谁先最终到达起点 谁就最后的鱼竿 这个是手拉手 应该是占便宜 对 垄住他 我跟你说杨老师 输了 你也是英雄 他两个岁数加起来 还没有 你一个岁数蛋了 他输了还是输了 那好 既然一方 杨老师和王子明这一组输了 那么要派出一方代表 给我们大家献歌一首 二位 谁先来 子明来了 王子明先来 我先来吧 广东 说到了海南岛 所以我想你要带一首 对 跟海南有关系的歌 应景的歌曲 那首歌曲 叫做南海姑娘 南海姑娘 南海姑娘 看见金色的沙滩上 看见金色的沙滩上 独作一位美丽的姑娘 眼睛信仰灿烂 美丝心愿万万 穿着夜间红色的沙头 红的香烫最伤的冰冷 好在青汤 看那无情郎 想到泪汪汪汪 是流红的沙龙白衣裳 哎呀 南海姑娘 何必太过美伤 年纪轻轻只是流伴 旧梦失去有心里作伴 夜风飘动阴朗 沙闭 青春 扶下 明明明明明明 明明明明明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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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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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其实我非常非常喜欢大海 在温哥华最深的感受 就是那里的人非常喜欢在海边运动 不管年纪大的还是年纪小的 他们都是只要不下雨 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 他们都会在海边散步 大家还有很多人遛狗 就是那个感觉就会特别特别的 幸福 内心很平静 对 特别轻松 不像他们那么调皮 但是反过来说 作为旅居海外的一名歌手 看到海的时候 同样会不会有一种思绪万千的感觉 比方说在海的那一头就是祖国 在海的那一头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的亲人 会不会看到海的时候 我会有一点淡淡的悲伤 就是想家嘛 其实我这么多年最深的感受就是 无论你走在哪里 无论那里有多美多漂亮 可是你都不属于那里 你的家还是在中国 我是中国人 所以这个对我的感受特别特别的深 所以每一次在温哥华的时候 我不会住很久 我基本上住两个月 我就要特别特别想回北京 特别想家 所以就是那个主题 大海 大海 大海故乡 没错 对 那真的是把我们的思绪牵扯到了 真海的另外的一头 在那里呢 可能有许许多多旅居海外的华侨 我们在这里也向他们送出我们家乡人云的祝福 是 虽然我们远隔重阳 但是我们永远是你们最最最最最坚强的后盾 早点回来吧 欢迎你们 好 今天呢 我们既然是一个海滩聚会 咱们得有一些小的意外和惊喜 所以呢 我特意请来了一位助演嘉宾 他将给我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给我们来点水喝 是有点口渴了 赶紧来 来 让我们掌声有点 来了 杜一龙 小杜 杜一龙 年轻的魔术师杜一龙 杜一龙 我们特别期待 今天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我们喝到这个水 大家可以看到 不这水 对不对 接下来用到剪刀 当然了 这个水呢 不是白白喝的 在之前呢 会表演一个小魔术 好吗 好 一看 我需要一位嘉宾来跟我配合 张咪吧 他就 好 请张咪吧 张咪 我离这近 我来吧 好的 你喜欢买老师是吧 我来吧 OK OK 别让他折腾张咪了 这样这样 行 水呢 你随便挑一个 随便挑一个就可以 随便挑一个 就拿一个不就完了吗 对 大家看到 水 OK 然后呢 用到的是纸杯 一次性杯子 是 对 你看一下 一次性的杯子 纸杯 来 我们往前一点好吗 往前往前 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看变魔术 最幸福的就坐在魔术师的后方 帮我打开它 看到我们就要揭秘 OK 来 老师 但是纸杯很正常 喝下去 喝 对 喝 小心有毒 你还真的敢喝呀 不是水吗 看一下 看一下 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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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仔细看 普通的杯子 没有问题 好 这就用到 盖 OK 盖 好好好 节约水 对对对 来 接下来这个魔术呢 非常的简单 我来教你表演好吗 首先呢 学魔术的动作 抬头挺胸 把杯子呢 放在头上 放在头上 对 你一定要按照我的吩咐做 否则一会儿 后果不堪吃 韩白老师 您知道刚才为什么 我好像张力姐伤了吗 是您非要 自己把那样 自己伤了 来吧老师 倒霉 来吧 来吧 好 首先呢 抬头挺胸 然后呢 转圈你会吗 扶着不要 扶着扶着扶着 转圈你会吗 我会啊 转圈我看一下 这样的发型阻力比较小一点 OK 但是呢 在魔术里面的转圈呢 要非常慢 像这样 像这样 非常非常的慢 OK吗 好 仔细看 仔细看 我数123的时候呢 你怎么不搁头上 我还没讲王话 OK 当我使到3的时候 您往左转 我往右转 记着我的动作要点 好吗 开始 对 闭上眼睛 下一个 预备 开始 OK 好 可以睁眼了 老师 经过我们转了一圈呢 先看我的杯子 经过我们转了一圈呢 魔术发生了 自己看 1 2 3 水就消失掉了 这是传说中的 张员 还有 你的水消失掉了吗 没有 有水啊 有水啊 不可能 这样 当我数123的时候呢 把它倒掉好不好 好 但是呢 我为了加点难题 我要放在您的 脑袋上面 好吧 大家说要不要到 那不巧 那不巧 洗头了吗 要不要到 不是 尊重人民 来 我们听观众的吧 我的衣服怎么办 我们听现场的观众吧 这样老师 这样我给你捋一下 我捋一下 之前呢 我到你的动作要领 您都做到了吗 做到了 做到了 你这样 你往前面倒 一个是别淋了麦克 另外别淋了衣服 你知道吗 我我你出来洗衣服 不容易 真的 OK 好 早痛苦了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要说清楚 如果 当我倒下去的时候呢 水消失掉了 说明呢 这个魔术做得很成功 如果没有消失掉的话 只能怪作 怪作 你的动作 很要领不标准 不能赖我自己 只能赖你自己 好吗 只能赖你自己 不能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OK 张磊你就坏吧 你给我 你不意的 好 我们来 我们一起数啊 一 二 三 这个 等会儿 再来 再来 妹妹说好 怎么说 你说 好 一 二 不带你这样来的 不带你这样来的 你来要不道理医生 你愿意 是你要刺刀分涌上去的 这样 我来抓着他 一 二 三 水啊 水啊 就像这样 谁是 他的那个刚才不有水吗 消失掉了 所以叫魔术 非准备一叫消失的水 这个大约送没有 然后都到了 对啊 对啊 怎么水啊 水怎么一点都没有了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送给杜益龙 谢谢 我刚才端的水 一点都没有这个水 谢谢 接下来呢 我们用到的是 鱼缸 好 然后呢 水 这样 鱼缸和水 我们看不到 可以站起来一起看一下 对 OK 这回呢 张米老师 来吧 我可以请你 来吧 弄你一身水 这回真的 我可以 这回是把所有的 倒向张米老师的 这个头上 我这呢 有一个水 然后帮我拿起 轻轻拿起 接下来呢 按照我的动作 一步一步进行 好不好 OK 首先呢 轻轻把盖子打开 对 轻轻把盖子打开 然后呢 轻轻的慢慢的 倒一点 对 好 OK 这水是可以倒出来了 把盖子给我 接下来呢 伸出你的 这样吧 换一只手拿 对 伸出来你的左手 把盖在瓶口上面 OK 然后呢 转过来 这样肯定水会 会洒 但是你一定要压住 这样才不会洒 对 OK 好 来我们往这边 各位 接下来就是我 给大家带来 神奇的时刻 好 你可以放松一下 我放松不了 放松一下 因为不知道要发生什么 对 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当我打一个响指以后呢 这块区域 地 吸引地会消失掉 这块区域 真的 我也会消失吗 你消失了我们不干 你就会温哥华了 好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一二三的时候 手慢慢地拿出来 慢慢地拿掉 OK 一 不要紧张 总要面对 一 二 三 水 手可以慢慢地扯掉 哇 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水 还没有完 还没有完 真的 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可疑的东西 里面还有一瓶水 里面还有一瓶水 有啊 上面还有在流动 在晃动 来机会老师给看一下 下面 OK 来这样 帮我拿着它 帮我拿着它不要动 你看 当然 接下来呢 我要证明一点 这有牙签 对不对 证明下面是真的没有任何的东西 来 这么拿 不不不 我要 用这手拿就可以 对 对 把你手拿 对对 OK 好 仔细看 为了证明下面没有任何的东西 没发现呢 牙签呢 牙签 飘上去了 飘到瓶子里面去了 当然 各位仔细看 水还不下来 天哪 对 你说过 好 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当时到三的时候 轻轻地捏一下 会把 所有一切 恢复到现状 恢复到现状 仔细看 一 二 三 你会发现 所有的 都 他 江峰坎 这就是魔术的魅力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 这个瓶子呢 可以检查一下 再一个呢 送给你 做一个纪念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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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了 谢谢 这就是魔术的魅力 虽然我们知道 他有玄机 但是你却很难发现 玄机在哪里 好 这样吧 我提个建议 下面张咪一 送一首歌 给所有的观众 我们再来讨论 讨论好不好 到底玄机在哪个地方 来 一首好听的传歌 送给每个观众 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喇嘛我要和你见面 向你一诉说心里的思念 当我还没来到你的面前 你千万要把我记在心间 要等待着我呀 要耐心等着我呀 请喇 当我还没来到你的面前 你千万要把我记在心间 要等待着我呀 要耐心等着我呀 行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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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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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o i-i-ah-Ya-Ole-O i-i-ah-Ya-Ole-O ie-ye-meh-as-bolo-h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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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ş-a-Se i-i-ah-Ya-Ole-O i-i-ah-Ya-Ole-O ie-ye-meh-as-bolo-h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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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a-Se 风儿啊吹动我的船 好听 好听 欢迎回来 刚才张明姐说了 在温哥华生活的时候 总是想念故乡 想念祖国 我们也希望你的思念 能化作一艘小船 就像您刚才船歌那样 伴着优美的旋律 做成的波浪 把你载回到祖国 好不好 那说起了船 我想问问杨红基老师 您平时会坐船吗 出去旅游或者怎样 我坐的船比较多了 小的是我们大连的那种小山板 后边有一个腰鲁的 大的就是客轮 还有坐过军舰 坐过运输船 也坐过从长江的 从三峡一直走到宜昌 那艘船 是非常 真不少 印象当中最特别的有哪次 要是坐船印象最深的 还是70年代 我们去到浙江 慰问那个海边防部队 有一次我们是定了 就是第二天要坐一个运输船到一个海岛 大概要坐三个小时左右 结果那天正好起 早晨起来了以后 突然发现刮了风了 刮的是八级风 八级 八级风 当时就问我们 去不去了 那当时我们都是做一个部队的一个文艺工作者 已经到了这了 部队已经 那个海岛上的部队已经准备好了 要看我们的演出 如果是我们要是因为风大不去了 那这个我觉得是对不起那个海岛的战士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 不管多大风 我们一定坚持要到海岛去 只要船不翻 我们就要去给战士演出 结果最后是用的是 一个大概是有一千多吨的吧 一个一个运输船 我们就坐那个船去了 当时那船上的那个指导员告诉我们 说你们要是不想吐 就到那舱底下 躺在那不要动 要是不怕吐的 你们就在那个船上面 你可以看风景 看大风大浪 看大风大浪 大风大浪也是 我们平时也很少看到 结果我是想 干净我就不看这个大风大浪 我就到舱底下 就躺着去吧 在底下躺着 也不敢睁眼睛 就全都晃着呀 最后就听到 什么都会倒了 一会儿 什么都会掉下来了 最后就坚持了三个多小时 坚持到了海岛 上去了以后 我还好 我一点都没吐 我们那有些同志吐的 所以最后已经把这 哭胆都吐出来了 最后我到了海岛以后 拴在那个岸边的 我起来了 我是出来还晃着 感觉是晕的 一看那个地下 咸菜杠 咸牙蛋杠 什么暖瓶 什么杯子 什么满的 就是那个战士那些东西 滚得满地都是 因为船晃得太厉害了 那最后我们是 完成了演出任务 给海岛战士演出了 战士非常激动 因为他们在那个岛上 应该说是很少见到 大陆去的人 就是只有运输船 给他们送信件 送报纸 送吃的 平时很少有人的上得去 结果我们还是把歌声 给他们送 老师说到这里 我记得我自己印象 很深刻的一次 坐船的经历 十几年前去芬兰 坐那个破冰船 我在那个北冰洋上面 破冰到格陵兰岛 我当时就在想 我说有没有一天 我可以登上中国的破冰船 前两天 我真的是梦想成真了 我登上了中国 唯一的一艘 可以在极地 破冰前行的船 它的名字叫做是 雪龙号 来各位 来看一下 各位好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 中国南北级考察 起航返航远舰 在我身后的这艘船 是非常具有 传奇色彩的 极地考察船 雪龙号 那今天 我将发现为一名船长 带您登上雪龙号 一起来探秘 雪龙号 雪龙号 是我国第三代破冰船 和客考船 它长167米 穿22.6米 最重达 一半一千四百多吨 它可以同时搭载 两架卡三两直升机 那我现在所在的 就是非常巨大的 直升机停机 从1990年10月到今天 雪龙号已经连续 17次赴南极 5次赴北极 完成科学考察 和物资补给任务 足迹可谓是 遍布古大洋 创造了多项 中国航海纸上的 战机 雪龙号上设有 大气 水文 生物 计算机数据处理中心 气象分析预报中心 和海洋物理 海洋化学 和捷径等一系列 科学考察实验室 欢迎来到我们 雪龙号的驾驶舱 我是船长顾兵 那雪龙号呢 它具备有世界上先进的导航 定位以及自动驾驶系统 它是中国唯一的一艘 可以在极地破冰前行的船只 它可以以1.5节的航速 冲破1.2米厚的冰层 是一艘非常非常酷的 极地破冰 雪龙号又将出发了 开始全新一丝的 科考任务 我想无论它身在何方 祖国母亲永远是它 最绝练的故乡 祝愿它可以早日 顺利反应 如果说大海是雪龙号的骨枪 那雪龙号就是所有传人的骨枪 这个骨枪可以说是设施 以理权 大家看 在这个寝室里面 有冰箱 有纯真机 还有电脑 还有电脑 还可以收发邮件 在船上我听说 还有游泳池 健身房 图书馆 酒吧 等等等等 这个基地 我们发觉在每个船舱 或者是每个船员寝室 都有这样的钟表 我们知道 从这里到极地 雪龙号需要穿过不同的时区 那如何来统一调整时间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就要请您来猜一猜 好 这个问题其实 听起来很简单 又挺难的 你知道因为 它是一艘基地船 所以呢 它经常要进行长途的旅行 最长的一次 就去年 12月份的时候 环南籍旅行 穿越了整整 24个时区 那每个时区的时间 其实不一样 所以他们会统一调整 现在教本美 每位观众和各位嘉宾 到底什么方法 可以在同一时间 统一调整 所有的钟表 而且是这样 如果说答对的话呢 我们会送给你们一个雪龙号的传乐纪念风 我们的嘉宾先来答一答吧 因为他要跨24个时区 时间是一定要调整的 怎么调整 有一个人拿对讲机 告诉时间调整 然后所有人就调整时间 一开始部队出来的 是个好方法 手掌一发烈 就所有人拿对讲机来调整时间 有个人讲 现在是哪里12点 他全调了12点 要遵守命令 但是这样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准确度是不够的 所以说答案是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来还有新的答案 他不是电脑联网的 电脑联网 所有的钟 因为我感觉他们都长得一模一样吧 怎么联网呢 可能是有一个 有一个种的一个 他肯定有一个世界时钟 有一个网络 可能这个网络一条 实现一变 然后所有的 这也是一个答案 有一个总的 等于是有个母子的这样的关联关系是吗 对 就通过一个种的去控制所有的这个 有一个总长 这看起来好像是蛮对的 还有新的答案吗 我觉得是根据卫星时间条 应该是 你看看这是海域 应该是根据卫星时间 他到一个时区 卫星跑到这个时区 他肯定是卫星从天上传下来的 他这个绝对和本地时区 他是一致的 就到那个海域之后 对 就调了 他是一致的 到那就调了 好 那我们来也问问厂下的观众朋友 看大家有没有新的答案 有新的答案吗 和我们的嘉宾不一样的 来 举手示意 我认为是屏幕上这个蓝色的对讲机 然后就是统一的播报时间 好 观察的太仔细了 所以你的答案其实是跟那个 对讲机 白雪是有点相似的 拿对讲机来统一调整 是吧 人工调整 好 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还有哪位观众朋友 我们这里有纪念风在等着大家 非常难得 雪楼好的 我答对了是个言语 这是我的 当然 还没有公布正确的 还有哪位观众朋友 好 后面还有一位 统一广播 统一广播 其实和对讲机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钟 八点钟 然后就开始调是吗 对 那这样的 我觉得也差不太多了 其实刚才的回答当中呢 已经听到了正确答案 到底谁是答对的 各位来看正确答案 到底谁是答对的 各位来看正确答案 刚才在船舱中有这么多的钟表 他们需要统一调整时间 他们是靠什么做到的呢 各位看 在我的左手边有一个大的钟表 称作是母表 只要母表一动 所有的子表都统一 完成调整时间了 您猜对了吗 掌声送给王子民 给您 送给您 来 谢谢 谢谢 说到雪龙号 它作为我们国家 极力科考事业的 一艘科考船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也为我们国家的科考事业 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在我们雪龙号上 工作的船员 他们的工作却是特别辛苦的 往往一上船 就是半年的时间 甚至呢 我听说有一位船员 他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呢 他在海上工作 但是等到他回到家的时候 孩子都已经快一岁了 其实在船上 我跟他们聊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工作很辛苦 其实薪水也挺微薄的 但是就是因为 中国的科考事业需要他们 所以他们去的时候都忘记了时间 他们会把自己家的照片呢 放在床头来看一看 想他们的时候呢 会发个邮件 或者说呢 在船上有他们的邮政局哦 可以写信 写明信片给家人 所以这也是一份难得的 难忘的回忆吧 只能依靠这个来寄托 他们的思念给家人 在海上 除了我们雪龙号的工作人员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工人 比如说我们的海军战士 边防战士们 再比如说 现在正在奋战在海上的 一些大型的工程 广州的港珠澳 跨海大桥 这些工人们都是 常年奋战在海面上 不能回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杨红基老师 您把一首大海的歌 送给他们 送给这些劳动者 送给我们边防的战士们 好吗 我去唱一首 大海故乡 好 大海故乡 小石头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 海的成长 小石头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 海的成长 大海呀大海 是我生活的遗憾 海风吹海浪涌 随我漂流四海 大海呀大海 大海就像妈妈一样 坐面天涯海浪搜在我的身旁 大海呀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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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故乡 我的哭笑 啊 啊 啊 你谁在耳边 我都穿成这样了 那你都不知道捧捧我啊 那你要不要给你这个胡起个名字 胡彦斌嘛这叫 一半天地 通过他们的节目我们才知道 这丈夫是如何把自己的爱人捧在手心里 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看看 聊海 品味海的魅力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回味了海边的香音 香情香味 我们希望您可以守住内心深处 对于海的最美好的回忆 我们更希望大家记住这份浓浓的香情 感谢收看本期的综艺盛典 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一起不见不散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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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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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我的期待 谁能放不住我想起来 让你生日快 流浪的世界 有多样的无法 你谁还传递 身边有期爱 今晚的梦从连续闯离了 当我们的路走出 真幸福的世界